欢迎回来,这里是美漫放途社 我们通过最近发布的一些新场景 终于能够解释新的雷神之锤 将如何在电影中出现的问题了 下面我将在讲解过程中给内容编号来保持条理 目前雷神似爱与雷霆仍在拍摄中 所以大家可能已经在一些报道中看到了片场的视频和图片 甚至连导演塔一家维迪提也发布了片场幕后的照片 这是他让他的孩子去检查所有的东西 但他的孩子和电影里新版雷神之锤并没有直接联系 不过我会解释在他所发布的照片背景中 他们实际拍摄了什么 另外因为女神简弗斯特会在电影中挥舞另一个新的锤子 所以严格来说这其实会是一把新的旧锤子 当那次他们在动漫展上宣布时 导演塔一家就把雷神之锤的道具复制品递给了他 他说他们正在创作一个基于漫画版雷神的故事 并描绘出了屠生者格尔的故事线 所以这样大家都想知道 他们将怎么解释另一把锤子的出现 上次我们在雷神3诸神黄昏中看到海拉弄碎了雷神之锤 之后在复联4中军之战中 又看到雷神挥舞着新的风暴之锤 而实际上这是他从雷神2黑暗世界那里偷来的 可以说那是一个不错的场景 一个有趣的时刻 但在那场战斗结束后 当美国队长把所有无限宝石带回雷神2黑暗世界时 也把那把锤子带回了阿斯加德 所以在复联4中军之战之后 他们就再也没有那把锤子了 在我们之前谈到的雷神4爱与雷霆 和替代版的雷神之锤时 收到大家很多的疑问 例如他们不是已经有了第二把锤子了吗 托尔没有吗 没有 他们把那个拉回去了 所以我觉得当雷神4开始播放时 大家仍然会感到困惑 我认为大家已经忘记了美国队长送回锤子的场景 即使大家重新再看一遍 还是会被钢铁侠的死亡或其他的事情所蒙蔽 我之前做过一期雷神4泄露场景的解析视频 其中马特达蒙将扮演新版本的贾洛基 克里斯海姆斯沃斯现实生活中的哥哥 卢克海姆斯沃斯将扮演贾德雷神 而沙姆尼尔将回来扮演奥丁 现在他们让梅丽莎麦卡锡来扮演贾海拉 通过他打碎雷神之锤来模仿雷神三里的故事 那为什么在雷神系列电影的所有镜头中 他们会鹦鹉学合的重复这个特定的场景呢 这与简弗斯特在雷神4中挥舞新版雷神之锤有关 我马上就来解释 通过最近发布的场景照 我们发现他们在新阿斯加德附近 有一个大舞台的拍摄场景 因为他们是利用漫画中雷神故事的灵感来创作电影的 所以这个场景的出现就能很好的解释 新雷神之锤从何而来 以及他在电影中将如何运作 而简弗斯特最初成为雷神的原因 是因为雷神奥丁的儿子托尔变得毫无价值 再举不动锤子了 但因整部电影的剧情是 必须要有一个雷神来保护阿斯加德 所以在复联4中军之战之后 在雷神4与雷霆开始之前 雷神托尔的故事仍然值得我们去诉说 它仍然拥有比雷神之锤更强大的风暴之锤 而这样一来 他们就必须用其他的方式来解释 简弗斯特是如何得到雷神之锤的 所以他们的这种做法 看起来像是对第一部雷神电影的一次重大回调 当你看到他们在这里拍摄的这个场景 你可以看到自复联4后 阿斯加德人已经在这里建造了新的阿斯加德 现在它不仅仅是海湾上的一个小渔村的 所以我相信雷神4与雷霆的故事 将发生在蜘蛛侠3和奇异博煞的事件之后 大多数情况下 除了少数的例外 漫威电影更倾向于在时间轴上 以线性方式移动 但你可以在这里看到 他们也花了一些时间 改变了奥丁在诸神黄昏中 死在悬崖边上的这个地方 他们还为雷神之锤的碎片 建立了特别的纪念碑 这里有个特别小的基座 用来装碎片的 它建在海拉弄碎锤子的地方 如果你是指黄王的重视粉丝 你会觉得这点像阿尔隆德和瑞文戴尔的精灵们 用阿拉贡宝剑碎片搭建的神龛 另外指黄王的粉丝们请注意 亚马逊正在拍摄一部大型的指黄王电视剧 他们在第一季上花了5亿美元 在明年上映的时候 我可能会制作解析视频 这部剧和雷神完全不同 和漫威也没有关系 这一幕是他们和拉塔利·波特曼 饰演的女雷神一起拍摄的 你可以看到她只穿牛仔裤 这些非常休闲的衣服 但他们让她在半空中挥舞双臂 看起来就像简弗斯特 第一次成为女雷神的时刻 她就在奥丁纪念碑旁边 雷神之锤碎片的神殿里 根据这个证据 似乎这件会是他们解释她 成为女雷神并得到新锤子的方式 因为如果谁值得拥有雷神的力量 那她拿着这把锤子 就会拥有奥丁最初的魔法 所以我猜他们会这样解释到 海拉只是把锤子弄坏了 她并没有破坏掉锤子上奥丁的魔法 奥丁的咒语非常强大 当雷神之锤认为简弗斯特是值得的 而她也恰好碰到了一段锤子碎片 魔法就会修护锤子 甚至焕然一新 同时也将赋予她与雷神相同的大部分力量 包括一道盔甲 而这件盔甲也是对雷神第一部电影的又一次毁调 记得第一部电影的结尾 当她再次变得有价值召唤锤子时 她的盔甲是通过魔法咒语在她周围形成的 当然我相信也会有更科学的方式来解释这些盔甲的碎片是从而来的 就像盔甲并不在锤子里面 它只是一个强大的魔法结界物 不过他们还没有透露她的盔甲会是什么样子的 也没有透露她会不会有漫画中女雷神的金发 但我并不期待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她是简弗斯特 这些东西都将是根据雷神原著改变的 在故事的后期 他们是把她的金发作为一种像漫画读者 隐藏她秘密身份的方式 所以在这部电影中 他们没有理由隐藏她的身份 如果要谈谈 当她成为女雷神 当她穿上盔甲时候的外表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瓦尔基里在诸神黄昏或终局之战中 穿着白色盔甲时的样子 一般来说 普通阿斯加德人的体质比人类更强壮 但如果以雷神为例 从宇宙的意义上来看 她是一个合法的次等神 所以她会比普通的阿斯加德人要强大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复联4终局之战的最后一意中 胖版的雷神仍然可以疯狂的使用双重武器 对抗灭霸的依据 即使在她减掉所有的体重之前 她仍然可以跑得和美国队长一样快 而不流汗 之后 雷神之锤认为 剑弗斯特值得拥有雷神之力 而雷神也失去了神格 成为布局雷神 虽然这次的电影中不一定会出现这样的剧情 但在漫画中 这就是让雷神变得毫无价值的整个转折 其实 它变得一无是处也是尼克弗瑞的错 当尼克弗瑞知道了所有负责者的秘密后 一一敌时 单挑打败了所有负责者 其中尼克弗瑞打败雷神仅述了一句 格尔是对的 雷神托尔就失去了神格 当场扔下锤子再也举不起来 直到后来 剑弗斯特出现在雷神的故事情节中 他把锤子捡起来变成了女雷神 格尔自称屠神者 几万年间杀害了几千位神明 最终被雷神打败 虽然雷神打败了格尔 但格尔的信念一直影响着雷神 雷神认识的不少神明都有自己的欲望 雷神心中也暗自埋下了神指是强大的人的种子 所以在尼克弗瑞说了格尔是对的那句之后 雷神就失去了神格 再也使用不了雷神之锤 关于新锤子出现的早期理论是 当格尔第四来道新阿斯加德 杀死了所有他能找到的神时 托尔刚好离开了地球 也就是说 因为阿斯加德没有他的守护者 当剑弗斯特在附近的时候 他碰巧碰到了雷神之锤 而且当格尔正在攻击的时候 他碰巧不认为是值得的 所以奥丁的魔法对剑弗斯特起作用了 就好像锤子在这种情况下 使用了一种神奇的算法说 好吧你满足了所有的要求 而且你也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保护阿斯加德了 而当剑弗斯特正在变成雷神的时候 你觉得雷神会在做什么呢 大家可以把你所有的想法都写在下面的评论里 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 克里斯海姆斯沃斯 证实在雷神4爱有雷霆之后 他将继续在漫威电宇宙扮演雷神的事吗 这听起来他们不会杀了他 或者让他退休什么的 但我真正希望的是 我真的想看到他们在漫威电宇宙 引入新版本角色的时候 能够有一些雷神 阴影侠和行星吞噬者会面的场景 如果幸运的话 我们可能会在漫威的第一部神奇四甲电影中 看到一些预告或彩蛋 顺便解释下 导演塔一佳在他的照片墙和特色上发布的场景 这些都是他们在拍摄真正宇宙场景的幕后背景 他们使用的在电视剧曼达洛人上会使用的 巨大视频墙技术 塔一佳显然是指导过曼达洛人的 他也玩IG11 你可以看到 这看起来就像他们站在月球上这个颜色的表面 他俩直接暴露在了恒星面前 所以他们会用他来拍摄非常宇宙化的场景 而这在实际中是很难做到的 在接下来几周里 还会有很多洛基的预告片 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见